红来天道,起驰龙,好丑难逃,久赵中,说好劝人归善道,算来修得,基因功。 书接上文,上文书说到这个汉妇徐氏,对自己的亲儿子,关宝,怀恨在心,只因为自己的儿子坏了自己和天气庙内僧人纳云的好事。 这个徐氏啊,也真是天下一等一的狠毒之人,居然将自己的儿子友人一刀杀死,失分奇怪。 结果呢,这个网友人,这个孩子的先生,叫钱正林,一天看见孩子没来上学,是二天没看孩子前来读书。 这才自行查访,写下一封状子,成递到南通州州府衙门当中,州府衙门的支州呢,姓京,乃是一个青天大老爷。 接过了状子,这个大老爷呢,觉得这个钱正林,非亲非故,在这儿包揽送词。 于是呢,将钱正林是定走收监,而且立下文术,转到都院学台,要隔去钱正林的功名。 话说这个钱正林呢,收尽监中,受了这么一帮三班牙役无故的打骂,因为这些三班牙役也都觉着,这就是一个包打官司的刁蛮声援,不知做了多少魅心的买卖。 今天落在南通州,遇着我们这位京的老爷铁面无私,赛过包公在世,何该他倒霉晦气? 既然来到这里,我们都应该找他要些好处,弄些使钱。 所以呢,钱正林入了牢房,这些三班六房的牙役要打要骂。 又要出他的洋相,看他的难堪,把钱正林一个正人君子的读书人搞得是苦不堪言。 钱正林扬天长叹哪,我想这位铁面清官, 街面上的人,人人人都说这位京之舟,乃是两袖清风一间明月。 本来可以给那可怜的孩子,王友人王官宝,报仇血恨。 不料想这个织咒也是个糊涂官哪,不由分说,将我压下肩中,使我有冤没处身,想到这里不觉是双眼泪落。 这边再说呢,钱正林的妻子李氏,李夫人,因为自己的丈夫进州府衙门,要为学生网友人申冤告状。 看看天色将晚,不见自己的丈夫回转家门,心中十分计划。 到了第二天,舅舅长子钱云到街坊上去打听,钱云领了母命出去打听明白,赶紧回家和自己母亲说个清楚。 李大娘听说自己的丈夫告状不成,反吓了烟喻,是好不伤心,大哭起来。 连忙在家做了饭,取了一个小篮,把饭菜放在篮筐之中,走到监牢门手,对镜子说, 哎呀,多谢老伯伯,放我进去,与我丈夫送饭,改日我登门拜谢。 这个看门的老进族呢,平时也认识钱正林钱先生,知道这个钱正林在这件事里边是受了冤枉,所以呢,他肯放李氏进去。 李氏进了牢房,见自己的丈夫批家戴索,好不伤心。 李氏让自己的丈夫吃好了饭,二次走出监门,心想,不好啊。 自己的丈夫现在监牢,无人出头,这冤情何日才能洗血。 走到大堂之上,四面一看,见这周府大堂是空无一人。 这个李氏大娘子把心这么一横,走到登门谷的骨架边,拿起两根骨锤是咚咚之打,口中叫着冤枉。 一时里边走出几个工人,连忙问道, 你这夫人尤身冤枉,在此大惊小乖。 李氏大娘子呢,也不回话,也不开言,只管雷骨。 这就惊动了那堂京之舟京老爷。 这个之舟老爷呢,听说大堂上有人击鼓,立刻船班坐堂。 云班响了几声,麒麟门大开,京之舟老爷坐了出来。 将暗桌一拍,问道,何人击鼓,有什么冤枉,带上堂来。 三班六房的造诣,摇摇摇摇摇摇的把李氏娘子带上。 京之舟见是一个妇人,问道,你有什么冤枉,好好讲来。 李氏往大堂上哭通一跪,说道, 青天大老爷呀,听我告评,奴士如稿献,生缘妻子,丈夫姓钱,名正林,训馆交书度日。 有学生网友人,被他亲娘杀死是失分欺快。 我丈夫为自己的学生仗义深渊,昨日叩见大老爷,那只大老爷不由分说,认为他是包揽送辞。 需要知道,这乃是人命关天的大事。 老爷为什么不去暗中查访呢? 京之舟闻听,脸上遍言遍骰,喝道,住口。 据你所共,钱正林不是包揽送辞,但是人命关天,别人家的事与你何干? 为什么替他告状? 况且虎毒不食子,况且亲生母,岂有沙子之礼。 我这不信,你且退下,待本周访问根由。 确实真情,本周放他出来,要是诬告,定立即作至罪,断不轻饶。 李氏大娘子磕头,出了衙门,这个京之舟退回后堂,心中可就开始盘子了。 心想啊,这两口子看起来伶牙利齿,言语清楚,也不是神经病, 也不是闲着没事儿的人呐。 这一个来告,两个来告,把这里边这事儿说的是详详细细,有鼻子有眼儿。 恐怕这件事还有蹊跷。 如果这个钱正林真的是包揽送辞, 他的妻子也不敢前来击鼓。 这个案子其中怕是有些古怪。 少庭,京之舟吃了晚饭,回方安寝, 越想越觉着这个事儿不对劲, 前思后想,居然还失眠了, 想了整整这么一宿。 等到天色渐明,京之舟起身下床, 换了一身打扮, 头戴一顶沾栗子, 脚穿一双麻草鞋, 披着一件长布衫, 手中拖着一个木盘, 盘中放了摆来个字卷和文房四宝, 拿着一个粉盘, 上面写着册字向命四个大字。 大门停荡, 觉得没什么破绽, 便对手下的长随说道, 儿等不许声张, 我要出衙门去, 私刑查访案情, 说完, 抽身往外便走。 这个京之舟出了衙门, 在大街小巷之中, 查访九四之内, 是溜达来溜达去, 手中拖了巷面侧子盘, 口中喊道, 册字向面, 灵不灵, 当场试验, 准不准过后方之。 溜溜达达走到查房之内, 见着一个座, 坐着一个相貌端方衣服华丽的人, 年纪有四十来岁, 叫道, 册字先生, 请过来为我测个字。 京之舟呢, 在这应道, 请尊驾自己来抽个签吧。 那人随手在盘中, 粘了一个字卷递给他, 京之舟把这字纸展开一看, 原来是个知乎者也的也字。 就将坟板取过来, 写在坟板之上, 问道, 请教尊驾, 这字乃是知乎者也的也字, 请问您要问什么事啊? 那人答道, 因我子出门经商, 已经三载未曾回家是音信全无, 费心照理而断, 鸡凶不论。 京之舟言道, 哎呀, 先生啊, 这个字要是断起来, 恐怕不太得意呀。 这个知乎者也的也, 因地没有土, 草木难生, 因池没有水, 是鱼龙不活, 孤身一个也字, 水土俱无, 据我看来, 恐怕是凶多吉少啊。 这个时候呢, 旁边看热闹的人是拥挤不堪, 见他说的有道理, 都说道, 这个册字先生字里通透, 果然有些本事, 我们也请他来册个字, 又是呢, 又过来一个人, 也抓了个揪递给他, 京之舟展开一看, 说道, 这个字乃是有识的有, 身有虚害的有, 写在坟板之上, 问人要问什么事, 那人说家里丢了一颗价值连城的珍珠, 所以要测字, 京之舟答道, 这个字乃是十二地支的第十字, 此时正是时, 毛有相动, 其物好寻, 卯石, 这个卯就好像是这个卵的样子, 物体呢小而圆, 但是这个东西呢, 还在您府上没丢, 不知道尊府上有没有养鸡, 那人倒确实养了一只熊鸡, 京之舟说, 是聊是聊, 尊驾回府可将鸡杀了, 到鸡肚子里边去找, 那个人呢也不太相信, 转身回家把鸡杀了, 抛开肚子, 果然珍珠在内, 当下是欢喜异常, 连忙又走到茶房里, 说道, 先生啊, 先生, 你莫非是活神仙吗, 我家将鸡杀了, 珍珠果真在基督肠内, 所以我前来谢你, 旁边一个人呢走过来说道, 小兄弟, 你也来测个字吧, 免得被你师傅招打夜骂, 原来他这个小兄弟呢, 乃是铁匠铺里的徒弟, 因为有一把大铁钳子不见了, 他师傅要打骂正在吵闹, 所以旁边的人呢叫他来测字, 这个铁匠铺的徒弟走过来, 拿出一个字卷, 这个徒弟呢不认字, 颠倒横竖, 人麻不懂, 也是一个资丑银某有识的有字, 将这个有字横转来递给京之洲, 京之洲一看也是个有字, 笑着说道横看好像一个风箱, 凑巧这时候正交五十, 卷里边这个字是个有字, 五字属火, 有字属金, 有火有金乃是铁匠所用之物, 故知是不见了铁钳, 你这个有字横着看像是个风箱, 照此详断, 这铁钳现在风箱之上, 那个徒弟呢一听京之洲的话, 赶紧跑回店里去, 铁钳子果然在风箱之上, 谢了先生, 转身就走, 当时那是众口纷纷, 一传十十传百, 都说街面上来了一个册字, 先生好像是活神仙, 能知过去未来, 京之洲在查方之中测了几个字, 是灵验非凡, 惹动了许多人都来找他测字, 要说这个京之洲啊, 他是真有这个本事吗, 也是也不是, 因为这个京之洲没做官之前, 本身也是一个读书人, 测字啊, 下面啊, 这就算他一点业余爱好, 虽然是当了官了, 这个手艺到底没扔下, 一旦有什么疑难案情, 他就借着这个由头出来微服私访, 所以呢, 这个京之洲就见天的, 在大街小巷城内城外这么测字, 也跟当地的百姓呢聊聊闲天, 打听一下城内的风土人情, 最终最近有没有出什么稀罕热闹的事情, 这么一天走到一处, 见着一座凉亭, 这凉亭四面装的万字栏杆, 正中设着观音像, 停脚上记的金灵, 风过处是叮当作响, 此亭虽小, 风景呢倒也不错, 京之洲在亭子上正在这四下观看, 大东边来了一个卖货的担子, 一个货郎挑了进来, 就是咱们前文书说的, 卖了一个这个大红卷子, 给纳云的货郎吴老二, 吴老二呢, 在街面是听说, 这位先生测字项面灵验, 所以挑了担子走进庭来, 歇下担子, 对着先生打了一躬, 说道先生请聊, 就问先生大名, 相反为我看看相, 因为我一生劳碌, 两袖清风, 不知什么时候, 才能稍得安闲自在, 虽然呢, 这个发财乃是命中注定, 但是呢, 我总想积点因德, 大因德呢, 我做不起, 小因德我不不留心, 请先生看看我未来的事情如何呀, 经之州问道, 足下说道, 因德这两个字啊, 积德行善, 却是难得, 但是呢, 我们说修身补相, 这个自古实是有的, 可是, 您在家做这个买卖, 走街串相, 哪有什么功夫, 做好事呢, 吴老二言道, 先生不要说在家, 这出家人也有正派, 也有邪气的, 上个月, 我在这街面上做买卖, 遇到天祈庙内的一个僧人, 名叫纳云, 我看他这个人呢, 可是有点邪门, 经之州一听, 心下微微一动, 纳云, 钱正林说的, 可不就是这个人吗, 当下呢, 经之州不动声色, 笑道, 哈哈, 足下难道也会相面吗, 吴老二说, 哎, 先生哪里话来, 我挑袋卖货, 怎么会相面呢, 只因为前段时间, 我这儿进了一块大红胡筹绣花的手绢, 挑在担子上, 谁料想这个纳云和尚死拉活拽一定要买, 我呢, 不肯卖给他, 我对那个和尚说, 你们出家人只能用白的或用素色的, 这个大红的又绣着花, 你们拿在手中岂不是惹人取笑吗, 我不肯卖他, 结果呢, 他是胡搅蛮缠一定要买, 我就要他一两银子, 一千桶钱才肯卖他, 哪里晓得他倒是特别痛快, 不要说一两银子, 就是十两银子他也不嫌贵, 当下就被他买去了, 但是他走以后啊, 我就在这琢磨, 一个和尚买这种规格女人用的东西, 恐怕不是太正派, 先生我这句话, 你说我猜的错也不错, 所以说呀, 这个出家人要是干坏事, 做起念来, 恐怕比再家人还要糟糕, 这个京知州呢, 听吴老二叙叙叨叨, 闲谈了这么一些话, 嘴上不说, 心中早就明白, 和吴老二闲说了一辙, 就这么就此分散, 京知州呢, 捧着厕子牌, 溜溜答答, 只往天奇庙来, 走进山门, 说也凑巧, 正碰着那云和尚走出来, 京知州上下, 把这那云僧人一打量, 虽然是个出家的僧人, 但是长得呢, 流光水花, 一表人才, 白白净净, 心想, 果然是个风流的和尚啊, 尤其生着一双桃花眼, 左右忽伸忽伸, 滴流乱转, 这个那云和尚呢, 看见庙门外来了个厕子先生, 是郑重心怀, 因为最近呢, 听这个烧香的客人也说, 南通州城里新来了一个厕子先生, 厕子特别的灵验, 能知过去未来, 那云心想, 难得遇到这个灵验的先生, 我也请他一个测试一个字, 问问未来有没有危险才是, 那云想定了主意, 迎上前去叫了声, 先生啊, 请你里面坐, 我要测一个字, 京知州随口说道, 哦, 小师傅, 我听你的口音, 倒好像是湖北人士, 那云答道, 啊, 正是正是, 请教先生, 贵府是什么地方啊, 京知州呢随口敷衍, 哎呀, 这不巧了吗, 我也是湖北人, 但不知师傅是湖北哪一县, 那云言说, 我乃是湖北一昌人, 京知州是府长大校, 哎呀, 太巧, 太巧, 我也是一昌人, 那云说, 哎呀, 先生啊, 这么说起来, 你我还是同乡, 真是难得呀, 难得, 说着, 拉了京知州一双手, 言道, 先生, 且到我的禅房中去坐坐, 比这大殿上清静些, 带你先生歇息歇息, 我们也聊聊天, 讲讲家乡的风物, 不知先生意下如何呀, 京知州言道, 哎呀, 蒙师父错爱, 真是好极好极, 两人呢, 携手同行, 就走到了纳云和尚的禅房, 进了禅房, 京知州举目一看, 甚是清雅, 摆着一张红木香芽天然己, 下眼是花梨八仙桌, 左边大理石乡城的乡飞踏, 右边黄阳雕城的大棉床, 房中摆设无不雅致, 臂肩悬挂渐渐清高, 看完了, 说道, 哎呀, 小师傅啊, 没想到你居然是一个风流, 雅趣之人, 真享受着清高之福, 不像兄弟我, 浪荡江湖, 四处奔走, 不得片刻安闲啊, 古人说, 纵是光高居极品, 不计出家半日闲, 由此推想, 到底还是出家人最快乐呀, 纳云和尚呢, 也没听出京之舟的言外之意, 当下说了, 哎, 先生啊, 你我都是同乡, 自家人不要说客套话, 请坐, 请坐, 走到外边, 捧了一碗茶, 说了声, 先生用茶, 这个京之舟呢, 走得正渴, 正着用得, 把这茶是一口饮尽, 纳云言说, 先生啊, 我这里请你测上一个字, 京之舟说, 不知师父要问什么事, 你在我这测子盘中自己抽个签吧, 纳云呢, 随手抽个签, 递给京之舟看, 京之舟打开一看, 是一个羊脚牛脚的脚字, 当下呢, 取过粉板, 写在粉板之上, 说道, 这个字呢, 是个脚字, 不知道师父想问些什么事啊, 纳云说, 哎呀, 先生, 你我据是同乡, 实不相瞒, 我想问一问, 终身大事何日是个了局, 有安危及凶如何, 京之舟道, 照字而断, 这个字, 要是做买卖, 大得其力, 也就是说, 那做买卖能发大财, 但是你要问终身身后事, 后来凶多吉少啊, 因为这个脚字呢, 头顶上一把刀, 底下是一个用, 刀下能用, 这就是不周全啊, 因为呢, 虽然是周, 可是周字当中少了一口, 所以叫不周全, 而且呢, 既是不周全, 头上还要用刀, 看起来这个字倒是十分凶险, 用字之中呢, 虽然有个是字, 却没有口字, 上面是个是, 下巴是个口, 这就是一个极字, 可是没有口, 不能成一个极字, 所以断定是个凶啊, 纳云听的这般说法, 急得这光头上汗珠子直冒, 连忙说道, 哎呀, 先生啊, 你我既是同乡, 你还要与我实话实讲, 照您看来这字凶多极少, 头上有刀却是不错, 但不知如何能够避得过去, 我想要逃往他乡, 不知道, 你帮我想一想, 我是逃得好, 还是不逃得好啊, 经之舟立起身来, 故意呢装作犯难, 把这手指头呢是掐绝念咒, 算了半天, 眉头一皱, 说道, 师父啊, 依我看来, 恐怕是逃不了, 就算逃往他乡, 也没法避祸, 这就叫身长六尺, 天下难藏, 还有这衙门里, 他也要出官文, 或者是画影图形, 何况师父你又是个出家人, 容易认得哪能逃得出呢, 更何况师父你在这天奇庙中, 可以说是得吃得用, 您要是逃往他乡, 不知师父又要以和谋生啊, 不如还请师父求菩萨保佑, 也许能够逢凶化吉, 只要避过了不好的恶时辰, 料也无妨, 那云言说, 哎呀, 避过时辰, 话虽这么说, 但不知能不能避得过去呀, 说这句话的时候呢, 这个那云两条眉毛都团到一块了, 京知周言道, 师父啊, 你我既是同乡, 我就再为你起上一挂, 不知意下如何呀, 那云言说, 哎呀, 先生啊, 费神的很, 倘若没事, 自当重谢, 京知周呢, 脸上笑着敷衍, 哎, 师父不要客气, 朋友家情长才短, 何必言谢呀, 说着, 取出三个金钱, 放在手中, 摇了三摇, 放下来一看, 又摇又看, 连摇三次, 取了六摇这么一挂, 拿粉板画好, 凝身一看, 方才说道, 小师父啊, 据挂上看起来, 只要避过了更尘日子, 以卯时辰, 也就不妨了, 今天乃是姨某, 明日就是更尘, 你明天不要出门, 将身子坐在大殿的供桌之下, 外边呢, 拿这个连笼遮盖, 你将扇门虚掩, 过了某时开门, 如果有烧香人前来叩门, 要是孤身一人, 千万不能开门, 因为一人者乃是凶相也, 但来的要是两个人呢, 逢霜则急, 就开门让他进来, 也不碍事, 切记切记, 千万不可有, 我明日午饭之时前来看你, 遇到什么事情, 咱们明天再行商议, 你可千万不要走开这大殿供桌之下, 供桌之上, 乃是佛菩萨三道金光能保你周全, 这个纳云呢, 听这个京之洲说的是有条有理, 而且呢, 一丝不乱, 当下是深信不疑, 当下说道, 先生啊, 灵验如神, 带我避过卯尸, 然后出来见人, 想必无妨, 京之洲答道, 嗯, 不错, 饿是神逃过了, 还怕什么呢, 两个人又谈了这么一回, 京之洲辞别纳云, 走出庙门, 直接赶回了通州县衙, 进了那堂, 把侧字先生这身行头换去, 叫了两个能干的公差, 一个叫许文, 一个叫朱亮, 这两个人呢, 在通州衙门当差多年, 是非常的能干, 当下许文, 朱亮, 这两个公差走进那堂, 叩头说, 老爷换我二人进来, 有何吩咐, 京之洲言道, 如此这般, 这般如此, 但是今晚也要当心, 你二人夜间要在山门之前悄悄寻查, 千万不可让这贼徒, 逃脱升天, 吩咐已定, 将牌票用朱笔批好, 交给许文朱高, 二人领了牌票出了衙门, 直接往天奇庙而来, 暗中知会了地宝京夫, 将巷子两头, 牢牢守住, 预知后事如何, 和我们下回分解。